欢迎收听福音清谈节目 号角星 大家情人知快乐 我是Aman 我是Rachel 我们的婚姻已经报任十五年 他因着工作他要去台湾 他去台湾的时候 我就暗地里计划 我去台湾要开会 我自己安排好了 跟同事夹好了 我会在那边出现 然后忽然间在那边的 其中一个叫101大厦就出现 我还记得我拿着 那时候没有什么Gopo 我就拿着相机放在那边 然后就在他外面拍着 拍着他就说 蛤?为什么你会在这儿呢? 然后我又预备定一束花 就是百花 然后因为圣经里面说 你是我局中的百合花 我就约了他 然后就送这束花给他 那这一个我觉得 都是我最努力的 代表作来的 最努力的 巨献 结果获得未人贵 他都答应了 我亦都分享一些 比较有趣的地方 人家应该有戒指 我去哪里买呢? 我又不认识 那我就走去书室 买一只十字架的 其实他的戒指 叫做这样 你说是不是很帅 他真的很帅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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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时候 不认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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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做基督徒 我們做基督徒 為何有這麼多困難 人家夫婦很好 很和諧 為何我們兩個有這麼多挑戰 挑戰是什麼呢 我們兩個小朋友的健康 對於我們來說是很大的挑戰 他們小時候 因為他們真的有很多問題 我們的兒子早產 很早出生 27週出生 我的女兒是極重嚴重的濕疹 所以我們兩個基本上要完全專注在他們那裡 這是第一個挑戰 第二個挑戰就是我們的財務 因為我們都是做一些比較flexible的工作 那時候小朋友又是這樣 所以我們基本上是集中在那裡 我們沒有辦法自己再去做生意去處理 財務上面也有很大的一個困難 越積越多的債務 到了中間 子女又好一點了 但我們原來在溝通上面有一些暗湧 令到我們婚姻也會有一點點亮起的紅燈 這個又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所以在這麼多年裡面 你會看到在前面 為什麼我說現在是一個很甜蜜 因為神真是很大很大很大的恩典 讓我們一個一個一個去跨過 讓我們再一次重新 這是一個很大的restoration 就是在神裡面 所以這些挑戰其實是一個 那時候是頂不住的 但是現在我們回望回去的時候 我們看到神一個 但是耶穌真是一個很大的redeeming的神 就是你願意在祂裡面的時候 神是加倍的福氣給你們 而去讓你們的家庭裡面有一個很大的重整 很大的建立 甚至乎是一個很大很大的祝福 這些是我們遇到的過往的一個挑戰 但是是一個很大的根基來的 是基石來的 令到我們現在可以再一次重新出發 我自己的感受就是當我在神裡面 是被賦予我作為家裡頭的一家之主的身份的時候 就等於一個人在他的工作上 他被人肯定賦予他的強項 他是可以做的 他可以真的去發揮他所長的時候 其實整個人的出來的表現是很不一樣的 是很有力量的 而同意就是放回去一個男士 按照我來說 作為丈夫能夠被賦予一個 作為丈夫這個身份這個權的時候 其實對於整個家庭是感受到 真的是活力出來的 有神的 好像一做好了 連子女的狀態都會變得好 這一個是真是很好的一個體會 對於我們這個家庭 我想令我最大的一個得著是什麼呢 就是神在我們婚姻裡面 祂要我們作的角色是什麼 就是神有很大的order在裡面 就是祂有祂的家庭的次序在裡面 但我想說 其實在剛才我等於我分享 在中間的裡面 即是大約七、七、八年的婚姻裡面 我們表面上其實是沒有東西的 表面上其實我們身邊所有的朋友都覺得 你們夫婦很好啊 即是溝通得很好啊 子女也很乖啊 這樣 連我自己 我想我們兩個都不知道 其實有一些暗勇在裡面 就是因為那個暗勇是什麼呢 就是其實我是一個 都很strong的人 即是我 直接一點說 就是我其實都很有傲氣的 本身 所以我就有時候 就會有些東西 我是看不順眼 即是我覺得 你可以在這裡做好一點 你可以在這裡做好一點 這樣 但剛才我所提到 我先生是一個 比較容易接納人的人 即是他 其實我什麼呢 他都會包容我所有的東西 他不會衝著我來 即是他不會衝著我去 即是他有什麼不滿 他自己忍了去 即是 或者他頂不了 他就會跟你說 但是他跟我說 不代表我聽 即是我也會撞回去 即是我是一個這樣的人 但是當那些暗勇慢慢出來的時候 經歷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一段時間 我就體會到神的角色是什麼 我就很學習得到神 是告訴我們家庭 其實是有一個秩序在裡面 我們的丈夫 其實就是我們 其實聖經裡面都有說 就是丈夫是我們家的頭 其實就好像教的一樣 但是我往往我以前會說 但是我呢 表現不了出來 是啊 你是我的頭 你是我的頭 但是我心裡面 是不是真的覺得 我服在他的腳下 我不是 因為我有pride 剛才我說 我自己有 我認定我有些事情 是我要做得到的 我不用管 即是那些 但是當我們兩夫婦 經歷一些挑戰 或者困難的時候 在那個位置 我就很深很深地體會 就是如果我作為我太太的角色 我一直都不明白 甚至乎我不願意 好像學著耶穌去教我 我要服在我丈夫的底下 我要認定她是我家裡面的頭的時候 我一直都不去行這個order 家庭是不會美好 我的子女都不會美好 因為她見不到一個 從神而來的一個秩序 但我也都想說就是 其實服在我們的丈夫的底下 不代表我每樣東西都要 是是是是 不代表我每樣東西都要yes 而是我們現在的相處是什麼呢 就是我丈夫很好 我有些什麼的時候 她做回丈夫的位置 就是我走出來 我提醒你 老婆 你應該這裡可以這樣 而我給她的反應是什麼 OK 我聽 但如果我心裡面 我覺得我不認同 我會跟她說 但我不認同 為什麼你這樣看 但以前我們是不會的 以前我會衝回 你這跟妳有什麼事 我有我的想法 我是我的個體 你不需要去干涉我這些 我會這樣 但現在不是 因為我心裡面知道 其實耶穌 丈夫的角色 在家庭裡面的重要性是怎樣 如果她願意達出來的時候 我也都願意在她的 under她的時候 這是一個很美好的秩序 所以就是欣著你 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 耶穌其實在我們的家庭裡面 她很想我們做到這件事 她很想我們去表達 其實聖經裡面 怎樣去說 一對夫婦 怎樣為之以合為一 以合為一 在我以前的概念就是 結婚就是以合為一 physically以合為一了 但是原來 當我們經過15年的 這些婚姻的經歷裡面 其實耶穌是想我們 無論在我們的physically mentally 和spiritually 其實都是要以合為一 那我怎樣學像 好像聖經裡面 我要做一個言德的婦人 我要做一個 幫助我丈夫的太太 而我丈夫是怎樣能夠 在家庭裡面 她能夠充當一個頭的角色 我覺得是我們兩個擺位 已經是很清晰 家庭就沒有了 家庭就會漂亮 就會幸福 但我很想祝福每一個 即是無論你是信也好 你未信也好 其實婚姻呢 是神設立一個 很美很美的計劃 即夫婦二人合體 其實真是一個 很美麗的圖畫 亦都可以祝福很多人 所以我很想在這裡 藉著情人節這個時候 不論你是信了耶穌沒有 我都很想祝福你們 有一段很真摯 和大家互相是很坦白 很真誠的交流 很信任對方的一個關係 當然 如果你未信的話 我很想你們去感受 神那個的美意 因為神結合兩個人一起 是一定有他很大的祝福 和Purpose 所以祝福你們 希望有一天你們會相信耶穌 讓耶穌進入在你們的婚姻裡面 祝福你們 我鼓勵各位觀眾 如果你在這一刻 你想得到一個幸福的家庭 在神裡面 你會找到一個很美滿的答案 祝福大家 希望你們情人節 找到一個快樂的家庭出來 祝福大家 我多謝 我還沒懶得 那些觀眾 我心讓玩 我像一個快樂的家庭 那些記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